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把外部叫 很忙啊你 过年的时候爸爸忘了 新年快乐 大学见 没见你给过我红包啊 还不少 得有两千吧 这么大方 年三十的时候 你答应过爸爸 要把账号买回来 现在是过完年了 爸 你说的那个平台 也该上班了吧 你先 你就 把这个钱拿着 把我账号买回来 剩下的钱 还有之前你卖我账号 得到的钱 你就自己留着 好吧 对不起 爱莫能助 疫情了 平台无限期放弹 我也是每天上网的人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你那账号我压根就没卖 我呢 亲自到你的号 把密码改掉了 亲自改了我的号 你还亲自改了 你搞笨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说吧 你先吃完了再说 吃啊 吃啊 怎么了 不舒服 不舒服 行 说吧 妈 我报医考了 前段时间联考也通过了 我一直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 我就生怕你不让我去考 但后续考试因为疫情 改成线上考试了 我完全不会耽误学习 你这不是胡闹吗 妈妈妈 妈你先别吼了 我真 真地考虑了很久 我以后要当一名原画师 我管你什么原画师 方画师的 艺术生一毕业就失业 你不知道吗 不是 妈 那原画师是个正经职业 市场上现在很稀缺的 而且你会了原画之后 你还可以去做动画 插画 你别跟我解释这些 我不想听 我跟你爸含辛茹苦 把你养大 是让你考重点大学的 不是让你到艺术学校 去混日子的 不是 我学艺术 怎么就混日子呀 吴家俊你给我听得好了 你现在只用一条路可走 你必须考上重点大学 拿一个好文凭 找到一份好工作 其他的都免谈 你得相信妈妈 我真的是为你好 董事 现在我抱都抱了 我 我就是非考不可 你非考不可是吧 好 非考不可 干吗呀 非考不可呀 说妈 你干吗呀 你说干什么 不就非考不可吗 我现在养不起你了啊 翅膀硬了 非考不可 你有本事出去自己挣钱 养活你自己的梦想 我真养不活你了 没本事挣钱 你就回家好好给我复习功课 考上重点大学 以后不许再提 依靠这两个字 选 选吧 选啊 别以后怪我说不让你选 陈俊 那你出去吧 睡一下 好 阳远 你醒妈妈啊 喝壁了 来 把水果吃了 爷 小雪 刚才那个 陈书记来了 好 所以以后啊 你再穿网课 可以到山下那个火车站值班室去上 说是那儿网好 还有凭这么个条子 你就能随便去了 我不太明白 网课的老师 跟你原来的老师 是不是一个老师啊 不知道 你不高兴了 你还是看一下这个条子吧 这写得特别详细 拿着这个条子呢 你就能出村了 可以去好多地方 你以后想好了 嗯 我去考一个省内的普通大学就行 上不上网课啊 复不复习 以我现在的成绩都能考上 好 田凯阳在镇上找个工作就行 你 你看你这个孩子 你这是为什么呀 你学习这么好 你干嘛考省里的普通大学啊 你别忘了啊 你在你帮你妈的坟钱 你可是发过誓的 你得去大城市 留在这儿干什么 好 大城市太累了 胡说 怎么老高家呀 就没有出过怕累的人 你要再这么说 我就敢揍你 你信不信 其实 我想的 你就是想 大城市开销那么大 然后又离我那么远 没法照顾我 其实我不用你照顾 你看我现在 能吃能喝 还能出去干活呢 你爹妈要是知道 是我拖累了你 我死了以后 我怎么见他们 你说什么呢爷 肯定长命百岁 那你要不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长命千岁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啊 你这孩子 我怎么说你都不听啊 你要是因为我耽误了你 我现在我就喝农药去 你说什么呢 不能说这种话 知道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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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你 人 你 你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已经干嘛打死了 好了不说了 我再也不说这种话了 来来来 听话 看书了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听话 我一定很不好意思 爸 什么事啊 还要避开我妈 文文 爸 你怎么咳嗽了 文文 那个 你从小啊 就独立 坚强 长这么大呢 别让家里操个心 爸 你什么意思 你别吓我 我感染了 感染什么 这个时候还那个什么 怎么可能 你不是 你不是回去之后 都不出门的吗 这事怪我了 不是 不提这个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的 但是没事啊 你别担心 那个医生也说了 我说我这个年纪不大 身体也挺好 应该没什么大事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呢 文文 这事啊 不能让你妈知道 她这个人不大事 她又知道了 肯定要吵着回武汉 你说她本来睡眠就不好 她知道了 赶着急 她现在生病了 那家不完了吗 爸给你打电话呢 是什么意思啊 就怕有个万一 然后医院 也要一个联系人的方式 我就把你的电话给医院了 你是姐姐 替爸分担你 爸答应你 我肯定没事 我肯定要好好活着 那爸还得看你读大学 毕业 还得看你 还得看你穿婚纱的 爸 你一会儿洗澡吗 洗 那你要洗的话 自己提前把热水器打开啊 好 知道了 爸 你听我说你那一刻没事了 是 我也这么觉得 我说除了咳嗽 我没什么症状也不发烧 要不是怕传染别人 我都觉得不用住院 那你照顾好自己 说墨上可不出 我 先不告诉你妈啊 等我彻底好了 我们来再告诉她 吓她一大跳 你真 我真没事啊 医生都说了 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出院 你就当没这回事啊 好好学习 好好生活好不好 好了 别让你妈看出来啊 快去啊 扶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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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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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打 八万 大厕 二统 喂 警察同志 是 有人疫情期间违反防疫规定 居重打牌 是 这么回事 不是 我不应该 我不喜欢 我反正想打对又我不的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按照疫情防控应急机制 极有关规定 请您戴好口罩 不要聚集 尽量不要外出 保持一米距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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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干的 如果你指的是为了你的身体 你的健康和你们的安全 报警说你们违反防疫规定 是我干的 有多恐 你知不知道 我在派出所待了多久 我还写了检查 好 我还以为你要被拘留两天 是的 麻将官老板老聂 已经被拘留了 我以后怎么好意思去玩 那就不要去玩啊 谁让他开门的 好了 没事吧 我不生气的 孩子说得对 说得对 好好吃饭吧 我这么年轻啊 做得对 开始 叫地主 不吃了 抢地主 抢地主 加倍 抢地主 我 你 吴嘉峻你画得够认真的 你趁我睡觉是不是 不是 我 学着这么久休息一会儿 休息什么休息 给我起来 起来 起来 妈 你听我说 这是我的一个参赛作品 就晚上有一个比赛 我这个已经画了好几个月了 每天只画一小会儿 不会耽误学习的 真的 妈 你看我这 是不是画得很好看 而且我马上就要结束了 几个月 反正就 花了很多心思 妈 你看 我这个细节 这个笼这边 还有这个标枪 这个人物很精美 起来 起来 你起来 起来 是不是很漂亮吧 画得是漂亮啊 你看 特别是 漂亮 对吧 我就觉得 画得真漂亮 这个人物的这个角 你别乱画 起来 起开 妈 你别乱画呀 起开 我 不是 妈 你不能保存 不能保存 你真行 你就 你就天天给我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看 你不是老我为你好吗 你是不是有病了 再说一遍 你跟谁说话呢 我跟你说话呢 我这句话 画了这么久了 我要拿去参赛的 你知不知道 我用了多少心思 你这么一下就给我毁掉了 我真是太恶毒了 你连我妈都侮辱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就有病 你有大病 我告诉你 我以后考大学 我不仅得去参加艺考 考艺术学校 我考得远远的 再也不要看到你 离开这个家 吴家军 你怎么对妈妈说话呢 我 你对得起我吗你 你 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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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现的 家军 你 你 没儿养 能不可以 全城人都知道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怕丢人啊 咱们县里这么多桥 这么多河 孩子要落水了 你哭都来不及了 行 我给班主任打电话 好